好投資長你的股票很強喔 今天源泰創新高了 盤中差點拉上漲停 還有省準 今天也大漲8% 免費的五購紅艾普 今天也漲了將近有9% 所以接下來投資長你怎麼看呢 巴菲特的減碼缺口一天就回補了 台股還不夠強嗎 中小型股如我所說的真的發揮了 會漲多久 我告訴你會漲很久很久 連巴菲特都看走眼的時候 我告訴你中小型股是真的要噴出去 怎麼樣的中小型個股還未持續噴出去 到底有怎樣的標股 有更多標股今天農曜貨街 你真的不看 我也好可惜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紅衣會 那麼今天呢是2月16號星期四 今天台股大漲了117點 收在15550點這個整齣關卡 先來關心美股 現在華爾街對於美國的經濟數據 解讀可能有點轉彎了 像是昨天美國商務部公布了零售銷售數據 他是優於預期的 這也顯示了在通風的壓力之下 美國民眾的消費力道非常強勁 但是怪的是 美股四大指數卻全面收漲 而台積電呢 今天也甩開了昨天 台積電ADR大跌超過5%的陰霾 今天只跌收紅了 這個盤勢解析到底該怎麼看呢 讓我們一起歡迎 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者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一位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嗨 投資長好 你好 你好 你說 好 其實台積電啊昨天呢 被巴菲特這個復興行給拋棄了 對啊 沒想到這個台國難過一天 就好了 分手後過得更開心嘛 對 完全不像是那樣子 分手後你最好的報復就是要過得比對方都好 對 沒錯 尤其是這個重點要帶大家觀察的是 投資長之前帶會員來操作台積電 這個績效跟獲利根本就完勝股神 謝謝你 實在 而且我還要賺更多 我根本不用說我們台灣50 好不好 我是實實在秀對戰攤 不是嘴巴說 我賺到多少錢 這太訓調了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我是要挑戰分析師的不可能 你繼續說 好 另外除了台積電之外呢 我們也觀察到還有好多的股票 其實都很強喔 像是元泰 他創下新高了 盤中差點落到漲停 還有深准 真的真的每天都很准 今天又創下新高大漲8% 今天精銳也是啊 盤中也大漲7% 另外先前這個投資長免費的5夠紅 有夠紅有沒有 艾普 果然有投資長的愛 表現也是很靠譜 今天漲了9% 9% 對 還有滑心科嘛 對滑心科 說是不滑心不花心 對投資長最專心了 大漲7% 還有哪些標股你今天可以分享給大家的呢 今天重點是一件事情 你要搞清楚 今天是不是中央型個股還是比大盤強 對 我跟你大家講喔 剛才我們的製作團隊還提醒過 賢賢拜託今天不要剪那麼多大盤 因為股票講不完 因為股票講不完 對 所以我今天會花很多時間在講股票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 巴菲特這個負興行 過去就過去了 你不要去想他那麼多 為什麼都不要想那麼多 你看連欣賢也在笑他 我昨天福利社也這樣講啊 我說他講什麼 他說那個巴菲特怎麼樣 波克夏 砍台積電 看走眼 看走眼啦 罕見短線操作 錯過三層斬幅 巴菲特就這樣子啊 所以投資票 通通都有 好 只要是你有買台積電的玩友 你有買台積電的會員朋友們 你們通通贏巴菲特還不開心嗎 這是你這輩子唯一可以證明你比股神巴菲特 還怎麼樣 還厲害的一次 你還不這樣做嗎 太厲害了 以前你不是在一個同一個擂台 他不會去買年發科 對 他不會去買年電 他也不會買台積電 現在買台積電你也買台積電 PK一下誰的績效比較好 你贏了 You win 有什麼不好 正面思考嘛 所以下去大家罵馬上每個人罵台積電 有什麼罵的 正面思考我又告訴你 我說這平常心啊 巴菲特賣在起場點 你們 怎麼樣到時候賣在主身段 賣在最高的一個點位有什麼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其實基本上來這件事巴菲特在這邊 這是 我們一定要刺激大家一件事來看一下 看就知道 他第四季嘛對不對 第四季最多在這邊 第四季在這邊的來看一下刺激大家第四季在這邊 現在在這邊有沒有 對 來你們看看 現在這邊 第四季怎麼賣 也不會賣的比這邊高 最高這邊的 最低的這邊 370 你怎麼賣 巴菲特在怎麼賣也不會賣的比你現在好 好啦 你很緊張 那你現在下車你要不要 要不要 如果因為你現在 你打算 沒有要下車 那就不要講那麼多了 對 你現在要下車你也贏巴菲特 你也賣的比台積電漂亮 所以我們過去式的 那我昨天也跟你講了 接下來是中小型個股的日子 那當然有些人講說我講沒句話人家都會放大 對 因為我跟別人的意思不一樣 我會似乎話在想 投票 你要不要在乎巴菲特 哇 有人說巴菲特會爆 會爆那個 有些人說 就有可能 會爆好幾年對不對 所以爆好幾年也這樣刺我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為什麼我不在乎 因為我只要敢預告 就會有錯的時候 就要你們真的每個人笑巴菲特 可是他還是全世界最富有男人之一啊 你們聽懂嗎 我的重點是你現在這一筆到底都不能賺錢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是一件事情 我昨天說過我說跌150年以內 怎麼樣 才怎麼樣才比較有機會不然接下來有震盪 對 我請問你今天我的震盪什麼意思 一個禮拜內媽的創新高 我是想說至少休息一個禮拜 現在有創新高了嗎 像離15669怎麼樣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可是我告訴大家 他除非一個禮拜內噴出去 不然我覺得怎麼樣 他還是屬於我的震盪的格局 所以我知道目前沒有錯 如果你要斟酌我每個資訊 那斟酌不完 我先跟大家講 可是至少我敢預告在前面 而且我昨天強調重點什麼樣子 我強調重點是 你不要去看台積電 你要看誰 你接下來看中小型個股 我跟你講中小型個股 我今天給你秀這些東西好了啦 秀不完嘛你自己看 一個 一個元泰 賺9%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請儀會來幫我 我等一下 來講這些所有的簡訊 好 省準 超過5% 獲利40%我還沒走 我跟你講我現在看到完品每天在漲 我快氣死了 那些股票我賺了快50% 結果還在漲啊 所以我現在很多股票我要賺50%來走 同朋友賺50%什麼意思 你200萬可以變300萬 你2000萬可以變3000萬 這實在的績效 同朋友你看我前面 就知道了 演講人數都沒有要造假 沒有要造假 那是只尊對我郭子龍 是我郭子龍個人舉辦的演講 一場可以2000人 沒有辦法有任何人可以突破我的紀錄 沒有辦法 哪一個人敢說 賴粉絲人數比我郭子龍多 我給他100萬 要確定喔 沒有人 所以你要選選第一名分析師 昨天直播人數有快2000人啦 大家想要看我出球 沒關係 I don't care 可是你們會發現到 我就是真正男子漢 我去猶豫敢於面對一切 思求對決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的個性 天生死難 第二個我的自信告訴你 我可以贏任何人 但是我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個分析師 因為很多人看我的節目 可是我告訴你 很多人每天在頂我 他還是不敢拿出來 不要說幾千萬幾百萬 買台灣50公開秀對戰單 像我這樣行為 一味都不敢 我們分析師不能買股票 因為會利益衝突 比如說我買了 你會也買了 然後我在節目上講 拉台五股票 不行 可是買台灣50買ETV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我講是投資公司的分析師 好 這是可以的 所以投資朋友你會發現到 這波誰說誰說誰賺的多少 我還沒跟你講一件事情 現在台灣50 我台灣50塊賺900萬 900萬 有時候賺的比我多 我講是像我這樣 秀公開對戰單 事後秀 事後講我已經出跳 人都沒意義 天分 可是 我賠錢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也看嘛 因為你製作團隊嘛 你還沒有那時候沒有上節目 可是每天都看我節目嘛 那時候是最多賠五六百萬 我是拜託大家買 沒有人理我 所以你跟我一樣都是贏家 你贏巴菲特的 那過去是 今天我要秀一堆資料 像沈准 剛才秀 元泰 沈准 金銳 賺7% 這是特扣會員的 因為這股價其實比較貴 而且以前普通會員有買過了 特扣會員有買過 我們特扣會員就是比較高一等級的 但是我們有很多等級你不要緊張 不會讓說永遠都買不到的會員的股票 我們不是這種人 華興科 你看今天多少功課簡訊 一堆功課簡訊 一堆功課簡訊 這代表是中小型個股來了 你還不買股票 而且我要講一件事 台積電你看最後漲多少錢 漲3塊錢 台灣股市漲了100多點 台積電漲3塊錢 的確我說的啊 權值股沒在動啊 對 台積電的權值股沒在動啊 所以邏輯都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展完分析師喔 我不去4OR我不去馬歐泡 好不好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 而且 我那時候是不是前天有人也有調凱我說 我說一定有大缺口 以為我這樣說沒錯吧對不對 那真的有大缺口 有啊 是 這個缺口嘛對不對 那這個缺口我跟大家講啦 就那個缺口對不對 對 這個缺口從頭到尾 其實我告訴你我準確度蠻高的 其實也算命中啦 對為什麼我覺得也算命中 不是啊我有講缺口嘛 只是我是 晚餐缺口 然後現在變晚餐缺口 我本來是覺得巴菲特加碼嘛 你看喔我數一下數學給你看喔 我本來是覺得我應該全對的 因為我要預測有缺口 有個跳空大缺口 巴菲特加碼缺口 7個字 後來變什麼 巴菲特 減碼缺口 7個字 對6個字 也不錯吧 7a 那怎麼樣 那個準確度應該85% 7分之6啦 好不好 很笑話啦 好不好 只是跟大家講說 巴菲特加碼缺口變巴菲特減碼缺口 可是他還是跳空缺口 可是跳空缺口今天一天就回補了 一天就回補了 好像其實就是比你想像中好 嗯 也比我預期的再好一些些 可是中小型個股是完全對的 結論這樣子記得你們贏巴菲特了 如果你很緊張巴菲特拋棄台灣人 你可以走掉 那我也看到因為有人有財新專家有很多人講 巴菲特減碼 是不是不看好台灣 沒有 盟格直接告訴你 他跟我講法是一模一樣 他跟我講法是一模一樣你看我起雞皮疙瘩 老戰友盟格台積電是 什麼地表怎麼樣 最強的半導體公司 這代表一件事情 基本上剩下的 300億的持股 300億 台幣現金的持股 台積電ADR的持股 不會要減碼了 因為他會買最強的 你懂嗎 好還有 來 地緣政治風險怎麼樣 他淡化 大陸可能入侵台灣的疑慮有沒有看到 中國領導人 中國領導人是一個非常聰明 務實的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因為他看起來就小菜一碟 什麼意思 這個是不是都我說過了 如果 習近平主席是個侵略性質的一個人 他是個侵略個性的人 他會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沒錯吧 你什麼時候看過中國官方有表態支持 烏克蘭 沒有 你什麼時候有看過中國官方表態 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是對的 沒有 可是一樣啊 以前俄羅斯跟烏克蘭 是不可分割的一個 區域跟台灣一樣啊 台灣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個地方啊 那應該要支持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嗎 沒有啊 所以我不懂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去年因為一堆這種想法 錯失了多少買點 這些我不講嗎 你覺得 我是看到蒙哥說才孫嗎 所以他跟我想法一樣 習近平主席的個性就是你不要去刺激他 他就不要刺激你 就這麼簡單 說我也呼籲 不論兩岸 或者是 兩黨的 藍綠的 的政治領導人 其實不要刺激對方就好了 基本上不要刺激對方 他就不會攻擊過來 啊你覺得我說的人為言輕 我體重也很重啊 那沒關係 蒙哥也這樣說了 他是很務實的 但是務實的人就代表一件事攻擊你沒好處 那什麼時候攻擊台灣有好處 廢話你不給面子我當然不給面子啊 你影響到我的領導地位啊 你聽懂嗎 在你沒有影響到我領導地位的時候 我打你是沒好處的 就這麼簡單 這些我講的至少我在福利 我在這個節目至少講了10次以上 所以你要想想看為什麼 奇怪者者你好奇怪啊 你真的跟人家看法不太一樣 可是有人對都是你 你真的是你想講的 我每次看到人家秀對單單我都不相信 看你秀都知道為什麼 我還在給你看證交所的網站我到底有沒有買這些 我有沒有買砸了幾千萬 賺900萬了 900萬了 然後勒 我想到是我怎麼回饋社會 我告訴大家 今年是一個大多頭年 我所謂大多頭年不是說一定要算2萬 而是因為 我要講的是說 中小型個股怎麼樣都比去年好 會很好做 你記得我這句話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說台積電不講了 好 那還有什麼標股要介紹給大家呢 台積電不講了 你看 台灣股市是回補缺口 台積電沒有 說還是有影響嘛對不對 來 那台積電不講了 還是講一下啦 聯電怎麼樣 喔 聯電也是一樣 可是你看到聯電今天50塊 點1 占上50塊了 就像我說的 60塊以下聯電是老天爺送給你禮物你不理我 60、50、40個加碼 你現在50塊賺了 賺點點啦 可是賺你沒賠錢 你去看看你要講房子 好不好 那接下來因為 每一天喔 我們今天等一下要休息一下 外資買超72億啦 很正常外資買超72億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我要告訴你 政治 股票的議題 郭台銘董事長要不要競選 會不會選上 今天最火話題 喔其實我上禮拜前進版本就講了 現在才開始火熱 好不好 那沒關係 我們來跟大家講 來 你不刺激 蝶蝶蝶不會噴 我們要跟他講 蝶蝶突然就有 好不好 首先說的不准一次 來 今天桌子要過來 情人節來 這個有網友講的 情人節 你的桌子HP滿血的 好不好 來 謝謝大家啦 好不好 蝶蝶2024要選總統嗎 你在開玩笑 好不好 喔 眼線已經有鐵粉了 畫面全部給儀會滿版 今天1000人了 好不好 我驚人了 對 誰能像蝶蝶一樣 送標股買的時候有價流的量 漲的時候也是有價流的量 欸 這就是我優點沒有錯 對 你看我郭哲隆節目你不會懷疑說 郭哲隆會不會出貨給我 我不屑 我在股票市場都可以賺1000多萬 我講不是股票市場 應該說ETF就可以了 對 因為台積電就賺50%啦 ETF沒賺多少 對 我不單分醫師 我可能還賺更多耶 因為我可以不用理理某自由進出耶 這是真的 這真的謝謝你 感覺就像在情人節那天提分手 失戀的隔天 怎麼樣 被提分手又生龍火虎了 所以我剛才我覺得我們該唱一首分手快樂 一位你行嗎 分手快樂 我說的比唱的好聽 你說的比唱的好聽 那我們找一個唱的比說的好聽的 欸導播 唱一下分手快樂 慶祝一下唱給 那個巴菲特聽一下吧 小漢 分手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還不錯好不好 覺得要唱歌還不錯的 好聽好聽 就 按個讚好不好 按個讚 我們下個階段要告訴你 哪一些可以分手更快的股票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好今天最火話題呢 也是投資長上個禮拜就在情線百分百 講到的 鴻海郭台銘 今天到底會不會去參選總統 現在很多人都在關心 那麼聽說昨天就有很多499大單就敲進了鴻海 想請問一下 那同資長 那接下來 洪家軍的股票我們現在是進場卡位的好時間 我覺得可以 你可以賭一下 好不好 你也可以過來靠近我一下 自中 沒關係 你剛上我們這節目你不知道我有強迫症 自中 這畫面才好看 我們我畫面就是都很漂亮 我們是堅強 團隊 堅持一些堅持這些東西 剛剛聽那個分手快樂太開心了 很開心 分手有時候 分手 不一定是壞 好不好 不然刻苦民心 可是不一定是壞 巴菲特這個你有 但是美麗的出誤 就算美麗出誤 你說不定也因為巴菲特你抱更久啊 如果沒有巴菲特說不定 同學沒有 你可能在 12月的時候你就賣股票啊 這樣想就好就謝謝他 對 是不是你跟一個愛情的過程中 很刻苦民心 可是就是因為刻苦民心他很爛你成長 你要謝謝前一個 的一個歷練 雖然有不好的過去可是你去想好的 你反而人生會更快樂 這也是一樣嘛 好不好 然後 你看導播聲音很好聽 真的被導播耽誤的歌手 我們那時候不是有love more嗎 也是他唱的 有人說是不是歌手 是找別人唱的 好不好 這則是唯一可信賴的 愛著則都有的愛 謝謝 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 討厭郭總來攪局 事後後悔 這個沒關係 你藍的跟綠的我不在乎 我現在只跟你講他會不會選 我只跟你講一件事喔 我給過他們一個建議喔 想選就想選 不要扭扭捏捏捏 你知道不要哇天衣如此怎麼樣 我可以不要出來選 都不要這樣子 他最好一件事就是 我就是要選 我為民服務 你要放棄大老闆的一個感覺 你才有機會獲勝 因為今非昔比 因為現在國民黨 可以贏的人太多了 你懂嗎 我希望我的話能聽進去 聽不進去沒關係 我只告訴你 他要贏就這樣子 因為現在我 如果我是朱立仁他可能想 不一定要靠你我才能贏啊 是啊 差一點點說不定能贏啊 對 是不是因為現在 執政人的氣勢比較弱 大家會算 大家會算他的想法 是這樣子 我只跟大家講 那不管 可是 他 理論上他是最強的 只是說 譬如說他的得票率44% 跟 譬如說派何惟偉儀 或派誰 43% 或派朱立仁 可能39% 其實都有可能會贏 所以他算可能是最強的 還有民調的問題 你懂嗎 比如說韓國瑜 那時候看起來是最強的 結果 後來發現 那個民調是很多 怎麼樣 民進黨的人怎麼樣 貢獻給他的 喔原來 真的要投票的時候又不投了 對啊 你懂嗎 拱他出來的 你懂不懂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再靠過來一點點 好 所以我要講是 講政治講完了 趕快 因為今天很多股票 趕快 所以我要講說 到底有沒有這個行情 有 只是說 他 要先 解決第一件事情 他可不可以 因為這個東西行情很大 為什麼知道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喔 淡姐 那時候啊歷史再次重演 這是我上禮拜去前面買買上的時候 來 那時候 郭董 參選的時候三月底有沒有看到 對 4月17號 欸 15天 15天而已漲35% 欸是日線不是K線 所以15天漲35% 是不是很誇張 所以他 然後 你覺得台積電有辦法15天漲35%嗎 不可能 正常來講 鴻海也不會 因為 一定是大盤可能漲30% 可是大盤要 15天漲3000點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像1萬5嗎 15天漲差不多4500點 不可能啦 35%大概就5000點 不可能你懂得嗎 你有可能嗎 所以 鴻海能漲35% 不是大盤 15天漲 5000點 而是他自己的因素 郭台銘參選 所以郭台銘參選的確有利多 所以有總統行情 有總統行情 郭台銘的確 也有什麼 也有總統的機會 只是他先擺平內部 你懂嗎 你懂不懂 這是問題還有就是 民調 的真實度問題 不然我認為他是最強的 候選人 所以你們在講 這真的很厲害要生氣 我不管 我最強候選人我不代表他一定會贏綠的喔 這很難講喔為什麼很難講 如果對岸再給你來個雨傘運動 再鎮壓人民 你知道嗎 那可能大家就覺得 就是不爽的票 渡爛票 我要支持怎麼樣 民進黨 這有可能 就目前為止 我很務實的跟你講這些東西 我藍跟綠 明天橘 什麼白色的力量 我通通錯過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就是一直換 我沒有特別的想法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我只做好就做 做不好就換 這是我個性 可是我要告訴你 只要郭台銘能解決民調的問題 我認為民調有機會領先 只是說怎麼樣的你先程式 第二個他先回國民黨 能回國民黨以後 會機會有機會正式啟動 第三個如果你都不懂沒關係 技術線型來 翻開來 我現在拉了喔 你看喔 我寧願你107在追好不好 記起來 你不要覺得很多 因為之前怎麼漲35% 那我現在對不對 我只是犧牲了7% 我賺後面的什麼 28%有什麼不好嗎 我再打個折 我賺20%就好啦 聽得懂嗎 我128走掉就好了啦 108走 108買 128走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聽到打收到 沒有啦 不知道這是誰的梗 來 來 投資長都把操作告訴大家 就告訴大家 沒有操作告訴大家你也賺不了錢啊 來我們現在講我們的股票 來我先把 完了 這也是因為 也是因為這原因然後怎麼樣 那個預創嘛對不對 天譽 天譽說錯天譽 我在那時候在節目有講喔 那個就不鏽錶了 把人準備出來了 天譽來來 天譽怎麼沒有 沒有給我 4961 你試試看這線型多漂亮 這個就是 你看 敦泰 你看線型多漂亮 最慘最爛的驅動IC都噴了 這不是多頭什麼多頭 這不是多頭什麼是多頭 很多分析師可以做空喊空 也可以叮我嘶嘶 去年看錯 然後勒 結果呢 結果我一貼我台灣我只賺最多 這個邏輯對嗎 結果就不敢參加比賽 這個邏輯對嗎 結果演講人數最多 我就是一條鐵漢子 我就是一條什麼 一條男子漢 我就是一個男子漢不是一條 自己稱自己一條很奇怪 我就是一位男子漢 那你們也很現實 昨天之前看我出球 今天呢點閱率呢 多少 比昨天少 1,192 1,000多啦 這個行情還會噴出去啦 好不好 1,200啦 1,200 昨天2000人啦 這真的也很誇張 你看大家想要看我出球 可是 沒有出球 出球是巴菲特 我們趕快看一下股票好不好 因為股票真的很多 這是有了一天雨 最慘的股票都噴出去的 這沒什麼要講的 869的雲泰 雲泰很重要 因為雲泰這種股票代表一件事情 我可以拉高本益比 現在之前都漲那種最跌最長的股票 現在都漲什麼 漲那種 如果雲泰也漲代表是 漲高本益比 就像前年一樣 ABU的窄版 我給你30倍本益比 我才賺10塊 我給你300塊的一個目標價 現在雲泰這種公司也是一樣 我漲高成長的股票 然後高本益比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如果可以高本益比 我請問你 那IC設計為什麼 連發科不能20倍本益比 連發科為什麼不能1000多塊 如果你要說連發科也1000多塊了 我講說因為雲泰帶動很多股票的本益比 對 雖然那不同產業 但這很多股票大概1000多塊 你覺得其他IC設計 不會跟上去嗎 所以這種高本益比的股票 很重要 這種高成長性 而給予他 高本益比股票很重要 雲泰 恭賀大家 來框田 幫我念一下吧 好 恭喜 8069雲泰盤中大漲超過9% 股價創下3個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獲利續保 這普通會員沒錯吧 對普通會員 這是我們會員的股票 來 大家提醒我講一下那個貨櫃山雄 來 省準 恭喜 3558省準 盤中上漲超過5% 再創7年多新高 獲利最高已經超過40% 手上持股獲利續保 獲利已經超過40% 你那個 那個力道 拿捏得剛好 40有沒有 40%眼前 40% 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358漂漂亮 這個股票很特別 從這邊開始幾乎都紅K 這種送分題你們也不買 這種送分題你們也不買 一堆人猜我 36小福股票 不用猜你有沒有買嗎 你有沒有買嗎 事實就擺眼前 賺40%了 所以我這一堆公二簡訊 我要跟大家講 來 金瑞 3454金瑞 公二簡訊來 唸一下 好 恭喜 3454金瑞 盤中大漲7% 準備再創歷史新高囉 手上持股獲利續保 來 3454金瑞 我是說那時候還沒買 偶爾就買了 你看喔 你們這就是你跟我的節奏的差別 來 金瑞我之前好像有撞過30%來 來 這邊我說我看好你為什麼不拉微買 欸我那時候也告訴你強制股很簡單啊 我用10MA來看啊剛好打10MA啊 10日平均線你為什麼買 啊你看我一發就買了 然後說 啊你怎麼這樣子啊 你不是看好你怎麼今天跌 跌一塊錢讓我負責任 你不是這樣子吧 你看人生在很沉重了我什麼都要幫你們負責任 所以你為什麼不參加我行列了 金瑞今天看起來就是要噴出去創新高了 金瑞看起來就噴出去創新高 只有算了 我覺得最特別是德維 昨天 Nuna也有講的 40幾億的單子 看起來好像假的 可是你看起來是假的嗎 尾盤翻紅很特別耶 尾盤翻紅告訴你 你看明天還有機會再噴出去耶 這金瑞你不要看到黑K啊 你不要看到黑K來看一下 你不要看到黑K 是漲還跌 喔漲 是漲 爆大量 洗盤過後 量滾量 可是看起來在洗盤 可是告訴你漲的 我告訴你明天算人機率極高 非常高 超級高 這不重要 我在轎子上呢 你如果明天如果一點點回答 你要怎麼辦 嘴嘴不準了 還是最後上車機會 你就想想看這一波誰最準 誰最認真 我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們去看一件事情 我有沒有說 CPI這個事情 我說反正重點在這邊 對 我說CPI是長期短期的 CPI這件事情 是長期短期 跟巴菲特比 當然是比較長一點的 巴菲特的事情短期的 對 長期的是CPI 因為決定的 因為 巴菲特賺什麼有錢 也不會比Fed有錢啦 我再說事實吧 對 這答案出來了 所以Fed 決定他方向先是看CPI 在去年10月9月 我敢跟你大聲講 沒有一位分析師想要給你解通膨啦 沒有一個分析師想要給你解CPI 只有我國中 現在每個財經節目都在解 我告訴你 以後要在解 震彈 散1萬6 我們那天已經有很多人按加6了嘛 證明我講是對的 他們也會看其他老師節目 到6.4要散1萬6 所以重點他還是會散1萬6 因為這是長期的效應 所以我一直講長期的效應 你不要緊張 你看德偉這麼漂亮 德偉今天好像 懶得發工或簡訊 最後才拉起來 華新科 我們再練一下好不好 來 恭喜 2492華新科 盤中大漲超過7% 重回100大關 手上持股 獲利虛報 我今天真的沒時間講了你知道嗎 我今天氣死了 很多恭賀簡訊 對啊 那個有導播的麻煩你 那個可能要趕快 讓我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應該少講郭台銘的事情 因為 因為這個 因為郭台銘故事多啦 可是我關於會員簡訊就修不完了 氣死了 來 來 華新科有沒有噴出去 有啊 現在每個人有背中原件的 誰有真正的股票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創圍 看起來要噴出去的 為什麼 因為5351預算 有沒有 都要整理平台要噴出去 這些股票都好漂亮 創圍我很看好喔 跟大家講 還有什麼 3035的怎麼樣 智圓 智圓偷展 偷漲 真的啊偷漲啊 因為我剛才盤中機記了 沒有漲那麼多啊 OK 你看偷漲啊 偷偷的漲啊 尾盤拉起來了 所以智圓有沒有機會噴出去啊 我最近壓很多IC設計啦 雖然華新科我也有買 變動機器我也有買 可是我壓更多的是 IC設計 因為CheckGPT 的確是很恐怖 對 他有自己 他有自己深層 知識的力量 你懂不懂 他回答不是知識話Google的 他可以自己思考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這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堆骨票要噴出去 你想想看人家怎麼分一支 那最好笑的是 就不用講AB5宅版吧 還在漲 你看那個什麼 大摩看空 結果呢 一堆外資看空 然後勒 然後勒 古月亮看空 又開始可能要翻多了 啊不像我一樣衝動到尾傻傻做多什麼不好 看起來傻 傻人有傻福 不是 我是知道 真正聰明 是該傻的時候傻 真正聰明是不要計較 真正聰明是要回饋社會 我賺到錢是要回饋社會 我就做給你看 只有我 敢這樣真金白銀 臺灣50 自己快要賺900萬了 我都秀給你們看了 1200萬我要回饋社會 我要回饋社會 我講這實在話 所以最後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簡訊 真的很誇張的 一堆股票 今天講不了 今天好像也有很多網友想要知道航運股 對對對航運股來 航運股昨天忘記講了 我被人家刀喔 我跟你講我是沒時間 航運股你看 就是運價要散散才有得救 沒善良你不要急 你想換股你也可以換這些我的股票 不想換股你覺得相信我講的遲早會上去那你就慢慢報 可是他又要一段時間 對 就這樣要等運價我想這樣 所以最後我跟大家講刺激大家 來來來 最後看華興哥 公會簡訊 剛剛有看到嗎 軍隊 我根本沒有講成資源 來不及發了啦 這次 哇你好多股票 沒有我其實不常買 可是最近 我動作比較頻繁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我的股票 而且我都佈局有一段時間的 好不好 我都跟大家講 很多大部分股票佈局一段時間的 啊因為每天都有新會員 最近這樣太多了 好不好先跟大家講 可是我都講會員竟然 五 五檔股票贏內 好不好 五檔股票贏內 我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想清楚 想明白 你歡迎來電洽訊 080668085 你去想看為什麼今天秀那麼多簡訊 據說我說吧 中小營一個股就要噴出去了 中小營一個股就要噴出去了 下次你最好賺錢的時間 你看動不動賺40% 然後先準算4% 我還沒走 之前晚品賺了50% 他是晚品還是誰 賺了50% 還是鳳凰不知道 就是那種公關股啦 王品 王品是不是 對 賺了50% 結果現在還在繼續漲 你看這不是多頭 什麼是多頭 分手快樂 你要證明巴菲特 這是你 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 你可以贏過股神的時候 賺到了里子 賺到了 里外 都賺到了 有什麼不好 去想看人家的分析師 也歡迎 來電洽群 080668085 0800來來8085 預測各位能夠 賺大錢 接會 想要加入標股的行列嗎 歡迎您現在拿起電話來 撥打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再會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 A的帳號 J偷偷假帽 最後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